怎麼樣 我沒有騎過這麼爽的山路 秋名山根本就小咖啦 我說真的 每個彎都是髮條 我們今天呢 沒有地方住 對 我們今天沒有地方住 超可憐的耶 我們貼心的準備了衛生紙 衛生紙要幹嘛 打一個都知道的話 然後這個就是 魂縮中的奇蹟的一分鐘了 剛剛的淨土之冰啊 嗯 趕緊還沒辦法去拍 這次我們要騎這YAMAHA的FORCE XMAS R3 MT03 這四台車 從日本的九州一路出發 騎到北海道 路上會經過日本的 極西點 極南點 四國 進度東京 日本的地獄孔山 然後環北海道一圈 完成極北點 跟極東點 一共46天 1萬公里的行程 每天除了要在不到15度的溫度下 騎乘200到300公里 還要每做更新四支的YT影片 讓台灣的觀眾 能跟著我們走遍這個 我們最熟悉的鄰居 日本 選擇 一共九州一般的鎖 海道一邊 禮拜 一定是十分之一 我沒有騎過這麼爽的山路 我先講喔 相比之下 我當然講這句話可能會得罪人 秋名山根本就小咖 我說真的 剛剛上來差不多20個彎 靶甲彎 而且每個彎都是靶甲彎 而且它這個伊隆哈沙卡有分上坡的路跟下坡的路 它是單行道喔 大家千萬不要走錯喔 等一下下山的時候那個很陡很窄喔 真的要小心一點 我覺得我還蠻期待的 48個靶甲彎 我證明說我看到那個地圖 看到地圖就嗨了 就嗨了 什麼東西都不用講 阿強幫我們這一次規劃了這個床 秋名山跑完來跑這個 秋名赤城日光 三個願望一次滿足 就是真的 大家可以必來跑 但是呢 先講喔 不管是秋名山還是這邊 我們一如上來我們看到非常多 忽然就被撞爆掉 就是 還是講一句話 這邊不是你在地圖 這裡不是秘車的地方 而且也不是你的在地主場 所以大家還是要用 體驗的心情 旅行 旅行的心情 玩玩就好好不好 我們不是來飆車的 我們是來看風景 真的很棒很漂亮 好那等一下呢 我們就繼續往下走 對了我剛有看到一隻猴子 唉唷 有 有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好可憐的耶 所以我們今天要住什麼 我們其實期待很久的 快活Club 很快活的感覺喔 這個就是我們其實從之前 就一直以來都一路上都有看到 然後我們也打算要做這個企劃 然後就是來住看日本的網卡 我們是這個啦 就是有鑰匙的 可以鎖門的 肩負的意思就是 可以鎖得完全隔世 那好我們今天是六點進來 假設明天十點走 十八小時嗎 差不多 就是大概一千塊日幣 一千塊台幣 一千塊台幣 那我們來看一下吧 這到底裡面怎麼樣 大家 這個就是我們今天晚上住的 算是房間嗎 網卡的房間 我們來這邊 只是利用這個空間的話 就是要辦一個會員 那就是第一次加入的時候 會費大概三百多塊日幣吧 大概台幣一百塊 其實也不會很貴 剛剛對台有說 在這個空間裡面 就是不能拿東西進來回來吃 但它有一個很奇怪的規定 就是說自己買的可以 可能那邊飲料吧 就不行 那另外大家還有一個問題 洗澡怎麼辦 有喔 它有淋浴間 而且還有提供免費的毛巾 OK 那我差不多要去洗澡了 各位觀眾 睡了一晚之後 我就覺得 錢還是有差 你知道我不是差在哪 就是 這邊調整那個 我氣溫的房子 真的會讓你非常非常的痛 像昨天那個 我要睡之前 不知道為什麼 它就越來越熱 它中央空調就越來越熱 熱到我就是 只穿一條內褲還在流汗 我有點沒辦法理解 就是我想說 它不能讓裡面自己調啊 就是這一點是比較麻煩 不過 好 回過頭來 它的插座就是有1233個 這邊還有一個那個 TEPA的形式 很貼心的準備了衛生紙 衛生紙要幹嘛 大家應該都知道的話 房間是真的很小 然後它的椅子 就是可以這樣子打開 這樣子 其實老實說啦 你扣掉真的東西太小 你如果是 東西很少 只有一個背包的人 這不用完全可以 就是 煮書 吃飯 然後可以讓你好好的 過一夜 免受外面 風吹日曬雨淋 但是它也 的確就是有很多 不方便的地方 好 那我們先繼續旅行吧 好 好 這邊呢 其實是YAMAHA出資有一個賽道 對不對 那我們今天就來參觀一下 那就請那個我們 幫我們介紹一下 嗯 そしたら私達はちょっと見角します 好 まず 這是 Sportland 相撲的 國際レーシングコース 距離は 1周約3.5km 國際モーターサイクルズ連盟 FY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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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のグレードでは グレード2 元GP と ワールドスーパーバイク と EWC以外の レースは全て 車のレースも やっています ここは 1975年に 作られたんですけど その YAMAHAは オートバイで 走る スポーツの 普及に 力を入れていて はい その ポリシーの一環として ここを作ったんですね 日本 ここで マンゴー 帰って小孩 男女朋友 一起來 他不是 一定要非常 專業頂尖的人 才可以参与 活動 台湾は 遙遠 でも 台湾も 20年も経たないうちに 今の日本と同じように まだ 台湾の人たちに モータースポーツが 根付いていないからだと思います 台湾政府 目前打压的態勢 50年 台湾政府 目前打压的態勢 我也認同你 50年 たぶん私たちは 50年かな だろ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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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こちらのお客人 は 台湾は 神社の人たち 人類の福祉 もっと 第三瓶的這個 又咖啡又是這個 我覺得我會吐毒啊 來我先喝一口 我跟你講是什麼 超濃縮黑咖啡 把黑咖啡拿去濃縮 再煮過你知道嗎 熬了三天三夜 然後呢 我覺得 昨天真的太晚睡了 所以 我怕不夠力 我要再套這一個 然後要怎麼套 把它喝下去 搖一搖跳一跳就好了 好 其實白色還蠻好看的你知道嗎 然後你看這一台他已經掛了 有人買囉 不知道是不是 希望是看了我們的影片買的 知道嗎 這台車好奇 對真的不錯 這台是BARMES神車 VWIS 其實台灣呢 是整個YAMAHA在東南亞 SKODA的 很重要的生產基地 所以這台呢 應該也是台灣製造 外銷到日本 BARMES神車 單身 想要脫單就靠這一台 BREAK的殘量 完全沒有 沒有問題 綺麗的殘量 對 那是因為日本路況好 日本的路況好 哈哈哈哈 車體也有修圖 綺麗地使用 這製造油 這是他們那個YAMALUK的清潔劑 可以把周邊的油都把它拆乾淨 嗯 拖安 其實剛剛可以看到 它就是上那個機油的螺絲的時候 泄油螺絲的時候 它還是用扭力反手 我就覺得說就是這種標準化作業 就是要引進來 對 YAMALUK 用原廠指釘機油 OK 好 加完機油 現在就是要檢查你的機油的量 是不是很正確 我們接下來要騎著這台呢 騎完從仙台騎到北海道 然後北海道繞一圈 接下來應該會有3000公里以上 就是騎這台2022年的口球03 對 中間我們當然會搶過來騎個第一小段 對不對 看起來很棒 記得跟大家講 就是租車的時候 如果有要交互這樣騎的話 一定要登入第二駕駛人 第二駕駛人 這個特別要注意一下 面對到時候保險不賠 對 對 好 然後所以呢 我們接下來就是騎這台 那就出發吧 然後我們大概切下來 3000公里 那一路上我們再跟大家分享 就是我們一路上看到風景 跟這台車騎起來的感覺是怎麼樣 我們一直很聊天 沒有 對 我們看起來 我們其實是一樣的 不知道 我們一定會有一個 我們 有一個 我們 所以 我們 我們 說 其實這邊的東西都是復興復宅 當時很多人家可能沒有了 趕快改一些臨時的住宅給大家用 我覺得台灣人對這個東西是很能感同身受 也是台灣人當時很願意一起幫忙的遊來 有經歷過可能才懂 那時候921的時候台灣真的也是搞得到處都是寸頭不神那種感覺 因為畢竟這種船台的東西看得很難過 那一部分又要像這樣子把它保留 就是說一個隨意的機會 對 一個紀錄 對 對 那現在已經到達到處 水一直到達到處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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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很難想像 就是在311結束之後到現在重建家園的人 他這12年是怎麼過的 因為這邊是他們的家 可是反過來講也是傷心病 大家年紀越來越大的時候 多多少少就是有失去過身邊親近的人的經驗 所以就是那種經驗你會知道那種難受 然後到了現在這邊 然後你就會覺得 你看到大家就是很努力的在生活啊或什麼的 可是 就是那這12年來他們到底怎麼每天去面對那樣的日子 就是很 就是那種很難想像啊 就是這個這樣的傷痛是要過12年那種感覺 然後 你看這個地方都是新的 可是你永遠都知道這個地方在當什麼東西 我覺得 很堅強啊 日本人在這方面很堅強 但是 我不知道欸 來這邊真的有點沉重 所以希望大家如果來的話 就是 不要靠著觀光的心態 因為它畢竟不是一個觀光 但是 多消費 對 讓這邊就是 可以 多消費 對 所以晚餐就靠你啦 沒有問題 對 對 晚餐就是 鮑魚 海膽 7 7 OK 也可以 我們有訪問那個老闆娘 她說當時這個民宿是2015年蓋起來的 當時因為東北正在復興 然後有很多的土木師傅 然後建築師傅 水泥師傅 都聚集到這個鎮上來 但是他們沒有地方住 所以老闆娘說她的老闆就在這邊蓋了一個民宿 然後請老闆娘負責幫忙管理 所以就讓這些師傅來這邊工作 然後也有地方可以住 我剛騎到一半我的腳是沒自覺的 好等一下來買一下當地的東西啦 來到東北一定要多花一點錢 對 但是這個我覺得很適合 我覺得不錯 因為我們現在到奇蹟的日本松 然後這個是象徵日本那個屹立不搖的精神 對 所以符合我們這邊的東西 對 她用這個他們路前高田式的米做的麻糬 好 買這個 對 各位剛剛看到後面那一棟 我們2017年來的時候根本沒有 我們2016年有來 也沒有 對啊 那時候是一個臨時的停車場 對 在對面 就是我記得它對面都是 就是 黃土 對 黃土而已 沒有薄油的 這個 我就一直對這個有印象 我當 因為 我們當時那個團 就是參加那個819的那個團 然後就是他們就是有送了一些東西 我就記得 奇怪 這個我在哪裡看過 就是他們的這個小娃娃 那個 小碗的蕎麥麵 蕎麥麵 蕎麥麵 我已經忍到有點講不出話來了 真的 好冷 好冷 十度而已 好 這個就是 奇蹟的一本松 對 那一個傳說中的奇蹟的一本松 對 之所以會變成叫做奇蹟的一本松 就是因為當時 海嘯這樣淹過來 對 造成很大的破壞 這個房子 整個鋼筋水泥 都被沖爆了 可是這棵松樹 對 竟然 竟然沒事 就沒事 看到這些真的很震撼 鋼筋水泥都被沖成這樣了 對啊 如果海嘯來的話 請走這個水門上面是嗎 然後跑到這邊 他說這個樹能夠在這邊 比較沒有受到破壞 一部分的原因也是這個房子 就是因為我剛剛 幫它擋下來了 對擋下那個水 嗯 以前的青年旅館 喔 它其實是1969年就建了耶 喔 那很早很老人 然後就在這一波海嘯就這樣子 白了 他說 當天 就是剛好 那天裡面沒有人 你沒來 不會 還要來 我們也說 就算了 我來 不 baru 這個謝謝 我們 然後 我們 來來看到了看到了 淨土之冰 這真的很漂亮 哇水好乾淨喔 哇好輕喔 還有好多海鷗 我最討厭海鷗了 可是海鷗的確是一種很激發的女 我們回到了我2017年的時候 跟我女朋友還有SINGLE他們 一起來的淨土之冰 我2016年我有來 我當時是可以騎到底下 而且我很確定不是只有我們 是大家都可以 一般人都可以 我非常肯定就是因為我那時候還有拍照存證 你知道嗎 明明就可以 你看照片在這邊這樣子 現在不行了 這邊很漂亮啦 但是我本來當初跟娘媽在談這邊的時候 其實就是也是有說這邊要拍 結果現在不能拍我就有點尷尬 你知道嗎 而且是可惜的 其實我們在這裡 我們都會看到 在這裡 好嗎 我們走秘這裡 對 我們會走秘這裡 可以 剛剛的淨土之冰讓我覺得有點可惜 趕緊還沒辦法去拍 以前可以啦 4月1號之前 那沒關係 為了乾爹YAMAHA的照片 我們還是必須想辦法解決 那至少找一個看起來有點小淨土之冰 來拍一下啦 等一下來這邊拍 阿強來 300公里 在這個東北海岸這樣子繞騎起來 感覺如果他一直跟我說跟R3有差 到底差在哪 來來來來 我先說 基本上R3我大部分就是一檔或六檔在騎 一檔就是起步 然後很快就六檔了 那基本上都用六檔巡航 因為我覺得它低速域的時候是蠻舒服的 簡單講就是這台車更適合 中低速的這種騎乘 對它的range我覺得蠻大的 它那個動力感覺是很綿密的 對 有點類似四檔感覺 不會有那種換個檔頓錯 對 不會有那種雙鋼的 就覺得說那個顆粒很大 對然後轉速很低這樣子 不會呢 好 留一點之後講 我覺得講太多了 對 真的 我香港的東西實在太多了 對 太好玩了 等一下下午換我騎去升降 好 先拍照 來來 來阿強靠近 我幫你拍一張後面 你可以很靠近 因為我現在這個是望遠鏡頭 範圍非常非常的小 來背對我 往前走三步 在這邊兩件事情 第一個TCS很重要 真的 就是這樣子 有沒有 有沒有 它會就是一直在作動 對不對 好 它會一直在作動 但是呢 所以有TCS的車 在這種地方會比較安全 那順便講一個 如果你真的出不去怎麼辦 怎麼辦 你看像我這樣子 好真的 假設今天真的出不去好了 雖然我可以 那大家知道 在這種狀況要怎麼自救嗎 要怎麼救 下車 就是你不能坐在車上 你要用推的 好 好 欸 真的餒 馬上腳的位置 就完全不一樣 我們今天在聖岡也差不多就是聖美幾天就要離開本週到北海道了 那我們今天就是把明信片寫一寫 看 各位觀眾 我們從那個 Seven印的明信片 有沒有 自己拍著自己印 然後想要寄給就是一些 長久以來幫助我的朋友 跟那個 高階會員的支持 那如果你有想要收到的話 趁現在要去加入高階會員都還來得及 那我們就明信片 在日本集出的 好 那 趕快寫一寫 明天還要早點出發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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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